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比较快了 现在都快中午去 然后晚上就回来 好 那一会儿见吧 今天太阳比较晒 所以要涂防晒水 只是在车里放一些 就是脸上不喜欢用那种防晒 随时随地涂胳膊和手 不过夏天一开车 那个手不但晒得黑 就还觉得粗糙了很多 就晒老了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 现在这边排队 要上ferry 然后我们就要去 那个树里面 那片有一个岛 就要去那里 没有昨天下过雨 今天就是空气比较干 是吧 这边到岛上的船 是半个小时一班 我们到了刚刚错过上一班 所以要等半个小时下一班 好了 到船上了 一会儿就要开船了 郭彩节 你脸怎么合 好了 我们现在开到了 岛上有一个看鲸鱼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小镇了 我看边上有很多 很可爱的小店 卖糖果 冰激凌什么的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哇 这边好多好多好多糖果 小镇上有很多很漂亮的一种小店 老公对面好像就是看鲸鱼的地方 还有望远镜的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边就是可以看鲸鱼 你看到鲸鱼了吗 不可能看到吧 为什么不可能 今天只是没有吧 今天好像没有鲸鱼 视野太小了 你去这个时候太慢了 我就先用右眼看一下 然后再过去看清楚 因为它那边 那个旗子有一个照的鲸鱼照特别好 你看 我希望我能看到这样的 但是好像没有 今天看不到 我今天用这个唇膏 是Chanel那个 以前在视频里面给你们看过 双头的那个 它另外一头就是带一点雨衣 特别持久 吃饭也不会掉 所以出来旅游就是图这种比较行 这边好漂亮 妈咪 妈咪 来吧 妈咪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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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向下面去看一下 不能跑啊 要小心 走吧 哇 那个房子在那边的view好美吧 每天在阳台上 不过风也好大 哦 这里有图腾 这边有一个钟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观赏鲸鱼嘛 如果谁发现有鲸鱼就赶紧来敲这个钟 然后其他人就都来看 还挺好玩的 第一艺术家的画廊 算是 好看 这是他们对鲸鱼的一个保护项目 就是在海里发现了就这些垃圾吧 然后把它拼成一个鲸鱼的形状 我们参观的就是一个访客中心嘛 主要是介绍的 主要是介绍鲸鱼的保护 还有哪里可以观赏到鲸鱼 这个是鲸鱼嘴里的那个须 它一过滤的话 那个鱼虾什么都留在上面了 然后把水再吐出去吃东西的 好硬啊这个东西摸起来 这边你可以touch这个屏幕上面的某种鱼 然后它就有那个声音 这是Orga 它就会叫 你看见Orca了吗 这边是小朋友画的各种各样的鲸鱼 这边是一个保护鲸鱼的那样一个组织是吧 就是Puget Sound这边很多那种工艺组织嘛 刚才还有老奶奶跟我讲解 我现在来吃午饭 就在这一家好像还蛮有特色的 ok let's go 哇这家是网红店 但是上菜太慢了 我等了大概一个小时 这是什么 哦这个是鱼的tackle 鱼只有这一块 这个是omelette 这个是一个鸡肉三明治 我们都已经饿得不醒了 现在开始马上吃饭 到第二个景点 两小时都睡着了 关键是我也睡着了 好困啊 这样吃完午饭就特别特别困 我感觉在这张着嘴睡着了 这个地方太美了 然后刚才那冰淇淋好好吃啊 我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放在这边 现在我们就绕到了那个红房子后面 这有一个看海报的地方 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就是这个站桥 从这边走下去 然后走到那边就可以看海报 他爸爸带着小孩去拍照了 郭彩杰这个车不太方便推下去 所以我们就没有下去 那个红房子里是一个餐厅 但是我们今天中午没在这吃饭 旅游攻略说是早上去 我们刚才去那个镇吃一个早餐 但我们出来太晚了 然后午餐在这边吃 也算是一个网红餐的饭吧 就是这样一个餐厅 然后周围全是水 然后一个站桥升过去 很美很美 就是这一家 这一家的冰淇淋好好吃啊 超好吃的 哈喽 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景点 这岛上一共有五个知名景点吧 我们就是出来也有些晚了 然后今天就看不完了 所以就看三个 现在赶紧把妹妹弄出来 然后去看一下 什么东西爬树 tree climbing 谁爬树呢 人还是动物啊 妈妈 那边有人爬树 今天是tree climbing festival 哦 看他们在爬树 咱们把衣服穿了 现在就是早春 然后天气还挺凉的 咱们妈妈给你拽一下袖子 要不舒服 现在妹妹的衣服没有带 穿的咯咯的 所以都是蓝色的 男孩子的颜色 待会儿有份草鸡让它走走的话 可以很好地拍照 现在 我 treffники 我们下一个人教想 刚才就是在那个桥上走了一半下来 现在又到底下 累死了 主要是抱着他们两个 从那个trio上面下来嘛 还挺累的 哈喽 最后一个景点游过啦 所以现在就要开车回家了 估计到家也要8点多了吧 给小孩要洗澡 然后两个人再吃一点饭 这个愉快的周末就结束了 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 大大学虽然其实不是我特别想吃 所以大大学当然一个 哈喽 我又收到包裹了 最近不是要母亲节了嘛 然后老公要出差回国 所以我想让他给我妈带点东西 我就在亚马逊上买了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血氧仪 就是把手伸到里面 就可以测那个血氧的 像老年人一般有冠心病啊 糖尿病啊 高血压这些 除了日常量血压嘛 就是也要测一测这个血氧含量 还有脉搏呀等等 所以在亚马逊上买了一个 也不是很贵 很简易的一个包装 这样的 我没有用过 我听我爸说 好像他们经常有 哦 这个里面 里面是这样的 它这后面是装电池的 就是装三节七号电池 它可能就是有LED灯 还有红外线 然后就照射你这个 就是尖段部分或者耳唇啊 然后就可以测那个血氧 反正就给老人吧 就送一些这种 跟健康有关的东西 什么补品啦 然后健康仪器啦等等 就比较受欢迎 我们继续来拆包裹吧 又收到了三个 这个是我买了一个锅 然后那两件都是衣服 我们先看这锅吧 这锅我是看 Celine的后花园 就是Celine她推荐 但我买的是另外一款 就带把手的 主要给小孩做饭 然后皮皮的Vlog里面 也有这个锅 是一个韩国的牌子吧 我们家原来给小孩做饭的这个锅 是这样的 也是我在亚马逊买的 可是用了几个月就坏了 您看了吗 这个位置 就是被烧化了 有的时候避免不了在这个灶台上就放歪了嘛 还买了两件衣服 这个是在Norstrom买的 也是一个YouTuber吧 叫Criselle Lim 好像是怎么说吧 然后它的一个新的系列的衣服 是一条裙子 然后这边是在Anthopology买了一条裤子 我穿给你们看 Anthopology的这个袋子都特别漂亮 我穿着一条针织的长裙 就把它丸起来 远看就会是这样一件 蓝白条纯棉的 夏天穿的裤子 它就是这样的 蓝色和白色条条的 然后它是到脚踝的 比较短的这种 我买的是00码 挺显得腿比较细的 是比较紧身的那种 就是那种纯棉的是比较厚的布料 我上面穿着一条针织的长裙 就把它丸起来 大家先看看这个效果吧 远看就这样的效果 好像拍出来会有点显胖吧 实际还好 蛮显瘦的 另外是一条裙子 是一个绿色点点的 然后它前面是有这种腰带系着的 可以系一个蝴蝶结 然后它那个袖子是中袖的 到这边 领子是这种一字领的 然后背面 背面呢是这样的 给大家远看一下 那个裙摆是两边长 中间短的 就是说整条小腿都露在外面 我这个没有腰的人 腰特别粗的人就很难买裙子 经常会显得腰特别粗 这条好像也没有显得腰很细吧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好的 菌绿的那种橄榄绿 就是不是很艳的那样的 可能外面搭一个西装什么的也不错 我买的也是最小码 感觉有点像这种A字裙有没有 然后旁边多出两片来 可能夏天穿应该还不错 特别就是裙摆这里 就能把你整个小腿都露出来 这个颜色很好看 这个材料就是那种雪纺的 不过稍微有点透 你们看 但是还好吧比较自然 就是不注意的话 就看不太出来会有点透 然后夏天的话就戴一个白色的草帽 就是特别特别浪漫的感觉 但是在我自己的审美观 或者我自己眼里 我觉得女生穿裙子是最美的 就是什么街头风牛仔裤 都不是我的最爱 我最喜欢女生穿裙子 可能就是因为自己腰比较粗 穿很多裙子不好看 就是你越没有什么 就越羡慕什么吧 就那种 好今天买的两件很成功 开心 哈喽大家早上好 最近我又生病了 好像春天干燥有点上火吧 喉咙特别疼 前一阵子阿姨不是回国了吗 然后没人看国彩节 我就没有来上课 所以缺了五次课 两周半 今天礼拜三 赶紧来上一趟 我也有自己在家做作业 但是我觉得那效果吧 就是自学的效果 没有来学校好 好了不多说了 我去上学了 拜拜 大家好 大家现在是课间休息 你们都在这边坐着 休息会继续上课 上课上的眼袋都出来了 我发现学习帮我再次认识自己 也不是再次认识吧 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 这是又唤起了我的回忆 我上学的时候 我发现我就是一个特别马虎的人 其实很多体啊 或者知识啊 对答案的时候 为什么会错呢 发现不是因为不会 就是因为马虎吧 就是不是很认真 嗯 这个也体现在平时过的一些事情上 比如说工作啊 生活 哈喽大家 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 这两天呢 我们家在修房子 因为新房子 交房一年了 然后有些地方变形啊 掉漆啊 什么的 他都帮着就是给售后一下吧 一周多以前跟人家约了 就是把房子都walk through 走一遍 然后把那些有毛病的地方都指出来 抓紧时间 让人家帮我修一下 你不看这洗手间的门框都给拆掉了 就是因为底下那个有水 我们家小孩在这洗澡 那个水就经常流出来 然后把这个门框泡得有点变形了 所以他今天要换 还有主卧这里 这个门好像也有一点变形 就是关上不太严 然后里面那个洗手间的门什么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油漆的活啊 然后厨房啊 什么都得弄 看我们家的东西让我全都挪过来了 把生活用品都堆到这边 因为这个上面这个台子 这个胶吧 这个石膏条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个胶吧都裂了 反正就重新给弄一遍 感觉特别像要搬家的样子 这里我也都给收拾起来了 那个门框那边都裂了都要修一下 而这个门框它不fit了 所以要重新换一套新的 我们家现在好大的工程 乱七八糟的 把我的柜子都保护起来了 那么分工好细的 就是换个门框是一个人 然后门框出现裂缝刷漆的是一个人 墙上有裂缝 把裂缝找平填逆子是一个人 然后打磨之后 下午再来刷漆的也是一个人 然后橱柜那个 我到裂缝加水泥加那个什么胶的是一个人 然后弄浴室门的是一个人 哦说到浴室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们家有同样的情况 就真的不用找人来修 超级简单的 前一任这个浴室的门开关 就是这个地方就磕上了 原因是这个上面的螺丝松了 这个门就往这边挡了 开关的时候就会磕到另外这个面板 在美国也没有什么物业 家里如果有一个特别handy的人 实在是太棒了 其实呢就是这个位置 你看从里面看它有这个螺丝 其实就是这个螺丝松了 然后这个门就往那边挡了 然后他就拿螺丝刀把这几个拧了一拧 然后就挣过来了 那维修的人跟我说你没事几个月 如果觉得它松了 也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是不是那个螺丝松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它这个下面不是有一个胶条吗 它是密封的吗 这个胶条其实不是粘上去的 它直接 看这边 直接可以这么拿下来 那个修浴室门呢跟我说 就这个胶条你可以拿下来塞到洗碗机里 如果底下有很多肥皂的污渍啊 你可以直接把它这么拔下来 它不是粘上去的 然后去清洗一下再塞回来 这个拍下来 如果你们家浴室也是这样的门呢 就可以自己去维修和清洗了 现在就在修那个裂缝 打磨之后下午再来一个painter 把它就是都刷上漆 又是一大早 好像他们早上七点钟就来了 今天装修了第二天 不是装修是修房子 昨天把那逆子糊上了 今天要喷漆 我的洗漱台都被保护起来了 哇 好大的味道 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大害处吧 但是还是很不舒服 赶紧开窗通气一下 哈喽大家 我收了一个包裹 就是给小孩买的鞋 然后我想拍下来 主要是分享这个鞋的牌子吧 特别好穿 这是给妹妹买的 夏天吧也不能算是凉鞋 但是就比较凉快一点 这鞋的牌子在这个侧面 PLAE这个牌子 它是加州的一个铜鞋 他们家鞋都是那种休闲款了 不是那种什么小公主的小皮鞋啦 也有成人的鞋 就属于那种特别舒适的款 这个小孩鞋 这个底部都是有那种胶垫的吧 然后整个鞋特别软 前我给小朋友买那个 美国这边挺流行的stry ride 现在我慢慢的全部换成这个牌子了 这是儿子的这一双 他现在正在穿 他很喜欢 小孩往里穿和拖都特别方便 它这个设计的角度啊弧度 还有开口的大小 特别方便小孩穿 到我们家鞋子那个房间去看一下 囤了多少双 你就知道我有多爱这个牌子 强烈的案例给各位妈妈们 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一般就是在官网买 好像Norstrom也有卖的 看到了吗 买了特别特别多 你们看到以前就是买那个牌子 就是这个stry the right 还买这个牌子 但是现在呢 移情别恋了 就是喜欢这个牌子了 这双是给我朋友家的一个小男孩买的 送给朋友的 这边是给儿子那个夏天的 这个就是那种像塑料一样的吧 但是肯定就没有味道特别轻 夏天下点雨啊什么的 这种凉鞋它也有 这边是两双一样的 就是给哥哥妹妹的秋季款 等到今年秋天的时候 就浩大一点 秋天的时候再穿 它都是这样的底 特别特别舒服 以前就是喜欢这个牌子鞋 我觉得它也挺舒服的 这个底也蛮软的 但是这个鞋有一个问题 他们家鞋就是皮的为多嘛 但是你看小朋友穿鞋 就前面经常容易蹭了 包括这双你看前面 所以它虽然是皮的 但是一旧了之后 就特别不好看 但这个牌子有个弊端 就是特别小的宝宝 比如你穿三码四码那种 刚会走路的宝宝 他们家就没有号码 所以我还是推荐买stry ride 这个字都蹭掉了 然后这就是一般是 刚会走路第一双鞋 四码四码半这样 像stry ride这种皮的吧 就是会有一点硬 最不推荐的呢 就是这种布鞋 你看 就是它一脏了一旧了之后 当然这个我还没洗啊 就算你洗了之后 它那个颜色也都掉了 就是看着会很旧 就是这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铜鞋 哈喽大家 我现在要给儿子剪头发了 给你们看一下 给小孩理发贴了很多新的装备 给你们看一下 特别搞笑 这是从淘宝买的一个剪发帽 就是防止他头发掉的 待会戴上你就知道了 他们给了点推荐 然后新买了一个理发器 也是看我视频的一个妈妈推荐的 说这种就特别适合剪头帘 嗯 我刚把它打开了 还没有用过 就是它可以这样夹着这么剪 待会试一下 这是我以前用的 就是一个推子吧 今天就用这些 哎头发太长了 好吗 剪一剪 你来吧 来这里面来剪 剪完直接就洗澡了 No 剪一下 像头太长了 你带这个特别危险 好扶住一个 别瞎晃啊 你瞎晃就会掉的 哦 咦 它后边还有一个黏贴子给黏上 那先给你梳一梳啊 你这太长了头发 我试一下 你扶着这个边 对 对 哦 它要特别长了才能打开 捧刺 来 你站在里面 不行 我还是用回我的推子吧 妈妈的踢 拖的比较好 别害怕 不要缩脖子 噢 痒啊 烦死了 它用这个抖一地 所以淘宝那帽子 其实也没有什么卵用 弄一地 还是要拿洗澡器吸 拿这个东西擦 因为小孩不可能老实地在那 等东西给它捡头吧 所以啊 就是很多 育儿的东西啊 都是那么回事吧 没有说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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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低头妈妈给你扫扫脖子啊 低头妈妈给你扫脖子啊 好 抬头我看看 嗯 现在就是后脖子上总是修不好 那个形状 我觉得我觉得刘孩儿剪的还可以 浴缸里面好多头发 我还要再收拾一下 那我们要再收拾一下 还得再给他洗一个澡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算是这段时间生活的一个记录 我没有拍很多 因为最近就犯懒 像很多做饭啊 或者出去带小孩玩 我都懒得拍了 有的时候想起来拿起相机拍两下 希望也给大家解闷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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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